哈喽大家好,我是欣月 今天我们聊一聊性别 大家会不会觉得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听各种声音告诉我们 女生应该怎么怎么样 男生应该怎么怎么样 然后就觉得很迷惑 真的什么事情都要有性别来定义吗 美国即便很多商品都是火生生很夸张的例子 给男生的礼物 女生就不能喜欢浪威吗 按性别分的书 女生就应该学会怎么更漂亮 男生就应该学会怎么更聪明 我也想今天都在信女 男性专用的basketball 男生真的需要见到包装才能享受一次泡澡吗 还有这个就很离谱 分了两种性别 女性和北美 我只想知道 我到底是哪个 但是 虽然我们依然能偶尔看到这种很离谱的现象 但是最近 有很多人在勇敢太经 本来被说不属于自己性别的领域 然后找到快乐 比如说 喜欢Taylor Swift的男生 很多人的刻板印象是只有年轻的女孩子才会喜欢Taylor Swift 虽然我们真的很喜欢 但是 这个也不妨碍我们的男生朋友们也喜欢 最近越来越多的girl在毫无顾虑地表现出他们对Taylor的热爱 现在在美国45%的男生都表现他们对Taylor Swift有好感 主要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她的歌很有公民性 现在很多男生在出来说他们很喜欢Taylor Swift 他们觉得她唱的歌能让他们想起他们的初恋 或者是唱出了他们恋爱的经历 那谁说只有女生才会对此有共鸣呢 男生也会有迷茫或者失恋的时候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我们都需要一点Taylor 还有不想脱毛的女生 在全球很多地方 尤其是在美国 女生会感觉被要求脱自己身上的毛 就感觉主流媒体一直在告诉我们 只有全身光滑得像个鸡蛋一样 才是真正的女人 可是体毛是一个很自然的存在 有的女生会觉得每几天都要脱毛真的好麻烦 还有的觉得费钱 还有几个就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脱毛是一个个人的选择 不应该是一种要求 所以在美国有越来越多的女生选择不脱毛 觉得这样比较自在 甚至有一些女生 她们在把自己的体毛染成各种各样的颜色 变成一种时尚 如果一个女生喜欢脱毛 那很好 如果一个女生不喜欢脱毛 也很好 自己开心才是最重要 很多人的刻板印象 是只有女生才会喜欢小清新的DIY 只有女生才会喜欢脱毛衣 怎么会有男生喜欢这种事情 但是 脱毛衣是一个很有助力放松自己心情的方法 而且可以给自己喜欢的人一个很可爱的礼物 谁说男生也不会想这么做呢 现在美国这边有预计200万个喜欢脱毛衣的男生 甚至还有一些男性脱毛衣博主 来带动这个可爱的爱好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我们就应该做我们爱做的事情 买我们想买的东西 穿我们想穿的衣服 不用被性别的刻板印象限制 发光热碗事 如果你们有一些跟性别有关的小故事 可以在评论区跟大家分享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